為主幹結合巴士、的士及步行系統整合成雙負雙城的發展策略 但是四年過去,回顧本澳的公共交通工具 當局曾經視為救命成熟的輕軌系統延期再延期 現時正在運作的依然只有巴士及的士兩種 但是禍不單行,繼巴士服務問題不斷之後 連的士服務亦都失手 陸路公共交通的工具似乎是全軍覆沒,不進則退 根本無法落實公交優先 對於交通問題,無論是市民、交支委及議員 怎樣去表達意見都不被重視 當局只是以陣痛其作回應,要求居民先是忍住先 並沒有真正地解決本澳陸路交通的死結問題 而面對易契惡劣的交通情況 當局必須盡快解決的士及巴士存在的問題 不應該再拖 巴士服務作為本澳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過去先後出現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 新舊合約的問題纏繞不清 市民和業界都批評新的巴士模式 而行政長官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總結中 亦都表示,明白到巴士服務的模式 和社會期望仍然存在有差距 事實上,兩者的衝突主要是由於巴士不足所持 市民抱怨沒有巴士 而巴士行業就指出要加巴士疏到客人是受到制抓 而公交亦都沒有勞權等等 面對這些問題,當局應該盡快釐清新舊合約的問題 不要再用按照言行的法律解決 或者是等到簽訂新合約的時候一同理信 這些口徑作為回應 而在現在當局強調巴士服務由政府主導的前提之下 當局除了應該保證巴士發車的數量之外 亦都應該按照特定的情況 彈性地處理增加班次 以落實公交優先,協助市民出行的士服務方面 本來以為用落實黃的電照服務去解決搭的難的問題 但是當局在宣布不同黃的公司逐約之後 指出黃的每日提供的成功電照的數量較少 相信退場對電照的的士服務的影響不大作為解話 取而代之的方法就是 加推黑的的數目和黑的提供電照的後備方案 不過在加推黑的的全數運作之後 數量只是維持在1400部以下 不單止無辦法滿足居民的需求 在3000萬遊客的面前更加是來牛入海 面對機場、碼頭和關閘經常出現長長的等車籠 當局怎樣向遊客保證澳門有能力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而電照亦都不是黑的必然的服務 基本是無辦法確定黑的是必須要應照的 甚至亦都有居民反映 在黃的退場之後 在車廂內竟然聽到召台的訊息去說 由A點到B點要多給多少份禮物 這種情況竟然明目張膽地在召台出現 真是令人氣憤 當局除了要跟進這個不規則的情況之外 亦都需要與居民交代電照黑的營運細節和合作的模式 怎樣確保居民有車搭 更重要的是當局應該盡快開標 給居民一個清晰的時間表 順電照的的士服務 甚麼時候才可以回歸市場 再者 現在的的士規章 沒有辦法去解決現在的士拒載 選客等不規則的行為 雖然當局也都提示到的士規章 將會進行立法的程序 但是這個修訂的草案至今仍未見影 當局對於在車廂內增加影像系統 和實施放射這個制度未見決心 當局應該為此盡快作出定調 從嚴厲去打擊不規則的行為 再者 因為立法衰時 面對現時的的士違規的行為日跡嚴重 本人希望當局應該繼續持續加強地執法 政策研究室早前亦都公佈 行政長官選舉的期間收到的社會意見和建議 反映到居民最關注排首位的問題是交通事務 因此大眾亦都期望 新一屆的政府應該狠下決心 將陸路交通這個死結問題解開 決心改善的士巴士的服務 和加快輕貴的建設 落實公交優先 切實從限制車輛的增長 增加泊車位 優化道路的管理 緩解交通的擠塞 以及全面理想交通 盡快解決市民出行的問題 多謝